最近中共軍隊持續在南海擴張 並在靠近馬來西亞和台灣的海域進行軍事飛行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部司令威爾斯·巴哈表示 中共這些行為是破壞穩定 其受信任到急劇降低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道 在6月4日與亞洲媒體舉行的電話會議上 威爾斯·巴哈將軍指責 中共試圖回到諸侯國時代想做帝王 要求鄰國向其效忠 去年晉升為美國最高軍閑 四星上將的威爾斯·巴哈說 北京對南海的軍事化和其他侵略性行動 架劇了全世界對其意圖的不信任 英國、法國和德國最近都在該地區部署了軍艦 作為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的行動一部分 美國在南海這條戰略水道上進行定期的海上和空中巡邏 並表示這是保持該水域開放 反對中共非法主權主張所需要 威爾斯·巴哈說 美國及其上述這些盟友和伙伴 都敢知道中共的這些活動 對中共的信任度極低 所有這些綜合不信任 促使我們去了解中國在軍事上的意圖 因為我們不希望出現任何意外 威爾斯·巴哈說 我與中國人民沒有矛盾 我與中國共產黨有矛盾 當我們想到中國西部的維吾爾人和那裡發生的暴行時 他們會壓制討論和紀念天安門廣場的活動 這個並不奇怪 因為這是過度發揮的行為方式的另一個例子 完全忽略了人權 這就是為什麼世界現在正在用顯微鏡觀察中國 坦率地說 他們的聲譽非常糟糕